製作公司也有回應嗎 說這是有人惡意作假的部分 這個東西出來應該是要去找那個流出來的人吧 因為這樣的人比較壞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應該也是在鬧或是什麼的 但是因為身旁有人在講過 就是覺得一直在穿越這件事情 會讓我覺得好像人家也會說 我都不介意所以我都不回應什麼 可是其實講一講 我沒有不介意 只是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再聊下去 我覺得蠻開心的 就是沒有人再問我胸手是誰了 對 就感覺大家就是好像一出來就要趕快看 因為很怕被爆雷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的沒有人來把握的 網友說好像有抖光的情況 但是因為機器人有回應是不可能的 是 那你有沒有想要再回應什麼 回應什麼 因為好像 公司製作公司也有回應嘛 說這是有人惡意作假的部分 所以我就覺得 哦 那就這樣 因為一開始我會覺得說 那這個東西出來應該是要去找那個流出來的人吧 因為這樣的人比較緩 對嘛 所以我就覺得 嗯 就是看製作公司那邊怎麼做 那我覺得出來的時候 他也是講說是有人惡意製造這個影片 那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去穿越嘛 對啊 對啊 因為大家都有 欸 我心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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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 欸 應該也是在鬧或是什麼的 但是因為身旁有人在講過 就是覺得 一直在傳越這件事情會讓我覺得 好像人家也會說 哦 我都不介意 所以我都不回應什麼 可是其實想一想 我沒有不介意 只是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再聊下去 那滑燈之後給你什麼樣 就是叫不一樣的回想嗎 我覺得全民在抓兇手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因為我自己知道 所以看著他在討論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的開心 感覺好像只有我知道一樣 那之後有想要挑戰什麼樣的角色嗎 混混嘛 可能有暴力傾向的路線 我們在一起拍滑燈的時候 他就有說 就是 其實你真的很抬 什麼叫很抬 我覺得這是貶義次吧 然後他就說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這是承載的 他說沒有 你就是 那個台不是那個台 那我說是什麼台 他就是 哎呦反正以後你就知道 我一定要就是 他感覺就是好像想 毀滅我 就是現在所有的形象 然後去可能創造出 可能不同的角色形象 這樣 新的國學服 對 那我就覺得好啊 那也蠻有趣的 不知道就被毀壞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不是 沒有 你 我 有 我 很